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花龙文大纲就是其中之一 钢的口岩处有一圈卷草纹 颈部及颈底部装饰连半纹 卷草纹和连半纹是明代青花瓷器上的典型纹样 这口青花大纲的主体文视为龙文 五爪龙盘旋于钢体之上 它们昂首屈颈 怒目圆征 棕毛前冲 四肢强劲有力 五爪乘风车状 飞舞在云层之中 似在嬉戏又似在星云布雨 展现出威舞的姿态 体现了明嘉靖时期龙文的典型特点 这口青花龙文大纲的造型雄浑大气 绘图精美细腻 颇有皇家风范 专家说 这种青花大纲也称龙缸 是景德镇工匠为宫廷专门烧制的名词 因为缸体上会有龙文而得名 钢体上部有大明嘉靖粘制六字款 由此可见 其制作时间为明嘉靖时期 据专家介绍 青花龙文大纲在发掘定陵地宫时 一共发现了三口 其造型 文饰和大小均相同 定陵是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的墓葬 万历皇帝的两位皇后 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也葬在这里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十岁登基 在位四十八年 据史料记载 明定陵是公元1583年 也就是万历皇帝21岁时开始修建的 于公元1590年建成 共建造了将近七年的时间 中国明代有十三位皇帝死后葬于北京昌平境内 定陵地宫是明十三陵中目前唯一一所 被考古人员打开的地下宫殿 定陵地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 其间没有梁柱 完全采用拱券式结构 以便承受保顶的巨大压力 四百多年来 定陵地宫曾经历过地震 但没有损坏 地宫中摆放的青花龙纹大纲因此保存完好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定陵地宫被打开后 这三口大纲才重建天日 据专家介绍 这三口大纲当初摆放于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宝座之前 三个汉白玉雕成的宝座呈品字形摆放 每于中间的是万历皇帝的宝座 两位皇后的宝座则分别放置于万历皇帝宝座的左右两侧 这符合中国传统的皇帝为尊的封建制度 三口青花龙纲就分别摆放于三个宝座之前 中国明代的青花瓷在制作工艺上有了大幅提升 但是像青花龙纹大纲这种形体硕大 化工精致的大型瓷器并不多见 那么这种龙纲在定陵地宫中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专家说当定陵地宫刚刚被打开时 考古人员发现青花龙纹大纲内处有灯油 据鉴定灯油表面的油脂为风辣厚5至6厘米 下部为植物油油面处有一个铜制圆瓢 瓢内装有灯芯 灯芯有点燃过的痕迹 专家据此断定龙纲是所谓长明灯的处油部分 古人用龙纲来处油是希望长明灯能长明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地宫大门关闭后 地宫里的氧气逐渐耗尽 长明灯燃不了多久就会熄灭 所以就出现了定陵青花龙纹大纲中 还留有许多灯油的情况 古代人他特别迷信风水 风水里边认为长明灯安董在地宫里边 那么他可以煮子孙后世聪明 另外从另一个角度说 古人他也讲究在丧葬礼制里边讲究 誓死如是生 那么活这时候到夜里边了 人需要有照明 那么死之后在阴间黄泉之下 那么他也应该是不能七黑一边 所以他应该有长明灯 中国古代高等级墓葬摆放长明灯比较常见 然而用青花龙纹大纲 做长明灯的处油部分 却并不多见 并临地宫出土的这口青花龙纹大纲 因此显得更为珍贵 据文献记载 这种青花大龙纲 由景德镇御摇厂烧制 其制作过程复杂 技术难度大 需要三到五名工匠分段拉坯 然后将钢坯相接在一起 再经过修正定型 钢坯才算做好 入摇后火候难掌握 稍有不慎 钢体就会开裂 因此成品率低 为满足宫廷的需要 玉摇厂内专设了32座龙钢摇 配备掌握龙钢烧造技术的龙钢酱 还有化酱和各种敷液 据景德镇陶路记载 至少要用19天时间 才能制作完成一口大龙钢 而且玉摇厂对龙钢的挑选极为严格 上交宫廷的百步德武 其余的全部砸碎 从定陵地宫出土的青花龙门钢的款制上 可以看出 它稍造于明嘉靖年间 那么万历皇帝为什么要用其祖父嘉靖皇帝时期所造的龙钢呢 这还要从龙钢的烧造说起 相传明嘉靖41年 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时候 一位都公大臣命工匠烧出十二口青花龙钢后 这位大臣准备带着烧制好的大钢返金领赏 临行前他摆下酒宴 宴请工匠 席间这位都公大臣问工匠 我走后若朝廷另派他人督工 是否还能烧出更好的龙钢 工匠便回答道 义无止境 关于青花大龙钢的传说还有许多 但是学家经过研究后得出结论 明嘉靖朝以后 随着进口青料逐渐用尽 景德镇玉瑶厂的工匠只能使用国产青料 但烧制出的龙钢青花色泽 已无法与嘉靖时期相比 嘉靖青花龙钢便称为珍贵稀有之物 而万历皇帝贵为天子 其墓中摆放嘉靖时期烧造的青花龙钢 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明代景德镇玉瑶厂奉命烧制了 各类大龙钢 但流传至今的屈指可数 如今它们大都成为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口 明嘉靖时期的青花龙纹大钢 它高36.2厘米 口径68.6厘米 底径53.5厘米 钢体硕大周正 钢腹掠骨 白油微微泛轻 气形敦厚古朴 龙钢外壁装饰有穿花双龙纹 只见钢体上的青花龙公腰驱背 怒目圆睁 龙头高昂 眼睛炯炯有神 躯干恐无有力 凶猛异常 钢体上的图案画风古朴 青花发色艳丽 龙钢的口岩处有大名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 还有一口明龙庆年间制造的青花龙钢 现流失于海外 此钢胎体厚重 气形硕大 直径达67厘米 平岩 唇口 胡腹 沙底 口岩处装饰古前门 口岩处装饰古前门 此钢 此钢高三十厘米 直径五十八点五厘米 外壁描绘有青花五彩图案 表现的是鸳鸯在莲花和水草丛中细细的场景 此钢的绘画主题变成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鸳鸯 和莲花 鸳鸯的表情灵敬在水中悠然自在 莲花朵朵盛开 互相应沉 极富生活气息 专家说 明代青花龙钢形体硕大 不易搬运 再加上其他诸多原因 使这种青花龙钢的保存难度增大 所以存世数量并不多 明定陵地宫中摆放的青花龙纹大纲 历经几百年时间满好无损 实属不易 与其他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龙钢相比 定陵的青花龙纹大纲 无论是气形体量还是绘画的精致程度都更胜一筹 也更有气势 充分展现了明代皇家瓷器的气度 明定陵出土的这口 家境青花龙纹钢 气形硕大 工艺精湛 是明代大型青花瓷器中的真品 它的出现 为专家研究明代的青花瓷 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观看